现在国内的汽车品牌飞速发展 作为汽车大生产商的一技 更是在推出重大汽车之前 对这款Z700H的期待相当高 尚是扬言要取代奥迪A6 百万级的捷包路虎换挡 今卖9万无人关注 可买Z700H究竟是因为何种因素 让重大的Z700H有这么大的反差 首先就要说一下车内的结构设计 Z700H作为B级车 后排空间是车主在选购这类汽车的时候 以为比较重要的因素 就这一点来看 其实Z700H的轴距达到三米也算是不错的 多幅是大尺寸轮毂 跑起来还是很带感的 车子的外观还是比较流畅的 5.2米的车身腰线 是从头延续到尾的 汽车的内饰采用的是奥迪与捷豹的结合 传说中的百万配置在全液晶仪表盘 旋钮式换挡与旋浮式的中控平这三个配件 得到了体现 在汽车的尾部Z700H采用的是 当下比较流行的底部双边两处排气 后车尾箱采用的是微上翘的扰流设计 在外观上和性能上 Z700H是不逊色于奥迪A6的 那为什么这样设计这样精心的Z700H 会跌下到9万多 在发布之前甚至有厂商赞 Z700H是国内的奥迪A6 状态为何能陷入这样尴尬的境地 这和汽车厂家的口费是有很大关系的 有一个比较痛心的事实就是国外的汽车的声誉 要比国内的汽车好 有些汽车技术也确实是比国内的现有技术要好 虽然国内的汽车在技术上已经有很大进步 但是大众这类品牌的汽车 在很多人印象里都是比较低端的地位 所以大众要想改变这样的现状 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 首先要拿得出手的还是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